洁白月光洒落 大地上像是有薄烟泛起 王轩漫步 它看着深邃的夜空 大幕后的世界属于平行宇宙吗 还是说 它依附于现实 那只是由超物质能量短暂构建的一个神话世界 现在超物质在消散 无法支撑神话了吗 或许不止如此 超凡法则也在渐渐失效 这就像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定律 有一天失去存在的意义 不然的话 现阶段烈仙回归 可以衰弱得这么厉害 神话只是一场意外吗 现实纠错 目前看来无解 是至高定律 一切超凡都会被打回原形 那以前又是基于什么 意外诞生这样一个美丽的神话泡影 夜月下 大地上 王轩一个人站立很久 看着浩瀚的星空 在这苍茫天雨外 是否有真正的神话生存的土壤 他想了解那场意外 只有探索源头 才能发现本质性的东西 高等精神世界 交织着神秘的斑斓之光 当超凡永迹 那些基于超凡 才能抵达的精神世界 是否还在 在那最高等的精神世界之外 是否还有什么 王轩并没有离开城市 非洲 黄灯灯的小葫芦等 都是吞食超物质的大户 他还要去找地方补充 趁着这次交换一些奇物 王轩觉得 以后机会不多了 各家的道观 古叉都在复苏 那些密库被人盯上了 猎仙 超凡者 母舰 机械人 神话生物等 都在相继出现 平静期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出乎王轩的意料 次日 联系王轩延续受援的人极少 积极性不是多高 似乎都在观望于等待什么 王轩亚裔 一群老头子 很沉得住气 他接到一些莫名的电话 还有短讯 有人提出 要与他进行救赎交流 王轩简单应付过去 并没有答应 比如有皇家的邀请 云家的交流会 他都不了解 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些家族 都是哪里冒出来的 很快 林教授告诉他 有些事就数是家 而且 王轩进一步了解到 联系他的人当中似乎有超凡者 福地解封了 各家从深空中接回来很多人 无论是老陈 还是周云等人 消息都十分灵通 告知王轩要注意 不要阴沟里翻船 心心上隐服着一批超凡者 王轩出神 抢生意的来了 他知道什么情况了 各大组织带回来了部分超凡抢者 财阀的高层该不会认为那些人可以为他们续命吧 所以觉得没必要和他等价交换了 难怪这群非常新命的老头子现在不怎么主动了 王轩了然 并不是所有超凡者都能为人续命 除非他们有新术领域那些人的手段 可以吞噬别人的生命 事实上 各大财阀中 确实有人在请新的超凡者出手 想为他们自身续命 带如上宾 福帝归来的人中 的确有很厉害的人物 了解详情后 动用一些特殊手段 帮雇主活血 梳理筋骨 他们施法后 最起码短期内 确实让人身体舒畅 一些老头子误以为 真的可以就此续命 所以 最近他们很淡定 有些人甚至后悔了 宋云叹息 早先送给王轩暗金色的小舟 现在感觉亏大了 现在从福帝回来的人中 有超凡者 一样可以续命 还有人比较纠结 比如秦家 秦宏远付出了几页金箔经文 世家真经 现在还要继续吗 老宋痛惜 但最终还是联系了王轩 因为代价都提前付出了 非洲早给王轩了 秦宏远则是暂时止损 后几页世家真经 他不打算拿出来了 所以 当王轩主动联系他时 老秦婉拒了 说 最近要去月亮上疗养 等过段时间回来再说 王轩无言 尚赶着不是买卖啊 他本着优先老客户的原则 希望善始善终 但是 老秦不领情 苏承 在中州的中部区域 王轩一路向东 赶向八百里外的 宋家所在的地井月城 亲自登门 老松面皮抽搐 总觉得当冤大头了 尤其是对方这么主动 这是最近生意不好吗 王轩笑了笑 告诉他 做出的选择理性而明智 再过段时间 后面有些人会着急的 因为后面我会很忙 不见得有时间 宋云还能说什么 他活了这么一大把年岁 即便心中不舒畅 也不会直接表现出来 更无法翻脸 现场作陪的人中 除却宋云的亲子宋文涛 还有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出现 暗中一直在打量王轩 很快 王轩捕捉到他的部分私感 居然在骂王轩变态 怎么会成为超反者 王轩讶异 看了他两眼 知道了他是谁 很想一巴掌拍死他 因为 这个人就是变态小宋 宋钱 不止一次买凶杀人 再就徒找诙谐组织的人 针对王轩 老宋第一时间呵斥 道 你怎么来了 回去 你身体太虚 不要乱走动 好好调理身体 宋钱默默站起 转身离去 王轩 看在老宋的面子上 没有对变态小宋下手 就像是上次他说的 谁没年轻过 暂且放过吧 接下来 双方相处愉悦 气氛融洽 老宋真切感受到了生命力的蓬勃 身子骨越发强健 仿若在返老还童 王轩也很满意 盘坐在宋家的道观中 接引神秘因子 浇灌非洲与黄灯灯的小葫芦 补充超物质 次日 王轩也没有离开 又给老宋来了一个疗程 让他眼角的皱纹都化开了一些 王轩看到道观神像中 那段焦黑的骨块散发着浓郁的生机 有血色交织 正在重塑 他觉得差不多了 这次薅羊毛就到此为止吧 别真将这位给惊醒 秦成打来电话 道 王轩 我和林教授被邀请了 去云泰大学的人体潜能学院参加救赎交流会 举办方也想请你出席 王轩自然拒绝了 他已经远行 难得孙家本分于老时 没有再出什么幺蛾子 他去探访了望月牙 妖神灵等地 可惜没什么发现 最后 他回到了苏城所在的地狱 并未进城 而是观察远方的寒雾山 他对这个地方印象太深刻了 那一夜 他精神出窍 远眺苏城地平线尽头的山脉 曾看到一些莫名的生物 他一直想探一探寒雾山 但当时觉得很危险 便作罢了 现在他身上有斩神旗 对付精神类生灵杀生力极大 在超凡消退的大环境下 他想了解那种 只有精神天眼才能看到的生物会怎样 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现实纠错 神话即将成为泡影 让王轩感受到了压力 他想从各个方面入手 寻找新的出路 我是不是太冒险了 王轩自语 但他又觉得 有斩神奇护体 仅是在苏城外眺望 问题不是很大 不过 一旦有所得 发现一些秘密 他或许能在神话消亡的年代 找到一条全新的路 这是受世帝启发 世帝 存在超凡辐射 被认为是催生出超凡生物的起源地之一 而是地中藏着大量的圣灵 寒雾山的生物形体和圣灵不一样 但却有些相近 你们到底是什么形态的生物 有着怎样的秘密 列阳当空 苏城远方的山脉很壮阔 寒雾山海拔较高 山顶常年缭绕着白雾 斩神奇被王轩初步恋化 虽然路还很漫长 但他已能分清敌我 不会伤到他自身 王轩精神出窍的刹那 身穿精神甲皱 并将巴掌大的金色小旗 持到手中 眺望远方 山顶那里 常年温度较低 有些地方甚至覆盖着白雪 现在望去 并无生物 他现在的精神感知远超从前 连精神天眼所能捕捉到的景物 也更清晰了 所以这次看得较为真切 山顶有寨子 有生物居住过的痕迹 但是那些身影呢 一个都见不到 上次是黑夜 难道还与此有关 王轩诧异 他并不急躁 一直等到晚上 结果还是一样 那些生物呢 如果说不曾出现过 可那里还有寨子 有残疾留下 王轩回到苏城休息了一夜 第二日进入山林 开始接近寒雾山 当距离他不足二十里时 他精神出窍 又一次遥望 结果和昨天一样 依旧静悄悄 没有生物 接着 他再次上路了 距离十里时 还是无异样 当距离三里地时 一切正常 直到他来到山脚下 也没什么意外 王轩开始登山 精神不再脱离身体 并且手持斩神奇 神色严肃 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数千米高的寒雾山 途中 山林葱脆 鸟兽很多 生机勃勃 到了山顶后 万籁聚迹 大雾笼罩 草木不生 像是接连了天穷 即便是超凡者 来到这里 也不会发现 异常的事物 就更不要说是凡人了 王轩踏足 命土境界后 即便精神不出窍 也初步具备 精神天眼的能力 能看到 一些特殊的景象 模糊间 他看到了寨子 看到了数十米长的 巨大羽毛 多少都在辐射 超凡之力 他想看到 更多的秘密的话 只能真正精神出窍了 他没有莽撞行事 在这里仔细观察 直到他走到 模糊寨子的尽头 看向山崖外的下方 那里竟有 更壮阔的景象 让他震撼 感觉不可思议 神话消亡 超凡勇气 我不甘心 所以才走到这里 想为将来找一条出路 但也不想成为 途中的血鱼骨 将自己搭进去 他犹豫着 要不要走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